穷书生娶不起老婆,村里一寡妇主动求嫁,结果造就千古名相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这里是匠心历史,为您讲述更有趣的历史。 家有贤妻,祝福一半,娶对妻子,福享三代,无论在哪个时代,娶妻生子都被人们认为是男儿的终身大事。 而从古至今,无数案例都在告诉人们,一个男人娶对一个妻子,对他的事业以及家庭都十分的重要。 在楚汉相争之时,有一满腹经伦心怀抱负之人,就因娶对了一位妻子走出人生的困境,成就了一番大业,他就是大汉朝的丞相,谋使陈平。 陈平本出身贫寒,娶不到老婆,虽然才学满腹,却几连为了生计发愁,眼看过了适婚年龄,幸得同村的一位寡妇主动求嫁,不仅给了陈平以家的温暖,更是造就了一代名臣。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,都是因为到了后期,统治者科捐杂税,导致老百姓们纷纷起义。 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农民起义,比如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起义,还有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,也鼓励了特别多的人,纷纷参与起义。 而其中就包括一个叫陈平的人,陈平是战国末期的魏国人。 小的时候,他父母去世的早,长兄如父,他就和他哥哥和嫂子在一起生活,他们家就是普通的农民家庭,在那个时候生活得很贫穷。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,陈平还是特别愿意读书,尤其是沉迷于皇帝和老子的一些思想言论。 而且,平时也喜欢和志趣相投的人交往,他的哥哥很心疼他有抱负有学识,却没有办法施展才华,所以就承担了家里全部的劳动工作,让陈平能够有时间去读书去交往朋友。 但是这样一来,他的嫂子就不愿意了,总是对他心怀怨怼。 后来,有一次在背后乱叫舌根,被陈平的哥哥听到了,陈平的哥哥很愤怒,就把妻子给修掉了。 这件事情让陈平很感动,最后来陈平能够获得成功,不仅仅是因为他娶了一位好的妻子,也因为他有一个很支持他的哥哥。 陈平的才学在十里八乡,都是得到认证的。 有一次村里过节分肉,陈平把肉分得很平均,让家家户户多满意,人们都夸赞他。 陈平说,如果将来我能当了宰相的话,也能像分肉一样,恰当又称职。 陈平的哥哥每天因为弟弟的事,愁眉不展。 可是兄弟俩并不知道,村里面有一个女人,已经看上了陈平,而且是喜欢了好一段时间。 这个女人是同村张家的女儿,这张家的来头可不小。 要说陈平家里是村里面最穷的,这个张家就是村里面最富的。 去年过新年的时候,陈平路过张家,因为陈平是村里面自有文化的人,张家人就邀请他写张对联,会给他一些报酬。 于是,陈平就写下了一副对子,张家的女儿张氏,当时刚好回到家中,看见陈平的作品后惊叹不已。 张氏虽然身为女性,但也读过几年书,芳心早已被陈平俘虏。 于是,张氏就来到了陈平的家中,表示想要嫁给他陈平一脸的萌,看向哥哥的时候,才发现哥哥的脸更忧愁,眉毛都皱成了一团。 原来,这个张氏是出了名的客夫,他总共出嫁了五次,五任丈夫全部因为意外,或者是得病去世了,从两年前开始,再也没有人敢娶张氏。 听完哥哥说的话后,陈平才明白过来,张氏家里这么有钱,长得又不丑,怎么会这么大年龄嫁不出去? 原来是因为他有个客夫命,可陈平是个无神论者,他饱读诗书。 自然是不信这个,这女追男阁曾杀,陈平和张氏就成婚了,两人结婚一年后,天下大乱,群雄开始逐鹿中原。 张氏让陈平也出去闯荡,要不就可惜了他这一身的本领。 陈平在张氏的鼓励下,前往投靠魏王,可魏王成名已久,手下有很多成名已久的文将武将,自然是看不上陈平。 陈平热脸贴了个冷屁股,心情十分郁闷地回了家。 张氏了解完原因后,鼓励陈平去投靠刚成名的项羽,魏王不要他,是因为魏王不识货,在妻子张氏的鼓励下,陈平又信心满满地出发了。 这次,陈平投靠项羽成功了,但是因为项羽重武不重文,陈平只是担任了个督察官。 而且,陈平这次也十分倒霉,因为刘邦想了个办法,把项羽狠狠地坑了一下,丢了一个重要的城池。 要命的是,陈平就是城池的负责人之一。 项羽一怒之下,准备把这些人都给杀掉,陈平一看情况不对,立马就脚下抹油逃跑了。 陈平一口气跑到了家中,这才把命给保住。 妻子张氏听闻了丈夫的遭遇后,先缓解一下她的情绪。 没几天,张氏提出一个建议,那就是让陈平去投靠刘邦。 原因是,刘邦比项羽厉害,陈平虽然不敢苟同,但是刘邦确实让项羽吃了很多亏。 在张氏的再三鼓励下,陈平又再次出发,前去投靠刘邦加入她的阵营中。 陈平投奔了刘邦之后,进入了大汉营。 他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,帮助她解决了很多问题。 其中,最让刘邦头疼的就是项羽。 他还帮助刘邦出了一个计策,那就是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。 这样,项羽就能少一个得力的帮手,让刘邦能够更加有把握战胜项羽。 最终,在陈平和其他有谋知识的出谋划策下。 项羽被逼无奈,只好自吻在吴江。 从此,刘邦取得了胜利,楚汉相争结束,刘邦成立了大汉朝。 当然,成立大汉朝也有陈平的一份功劳,刘邦自然是亏待不了他,给了他很重要的职位。 在帮助刘邦成立了汉朝之后,张良决定不在官场上相争,想要自己云游天下,刘邦少了一位得力的帮手。 所以他更加依赖陈平这个好帮手,从此,陈平在事业上步步高升。 刘邦死后,汉惠帝继位,他将陈平任命为大汉丞相,他在委期间推行无为之志,与民休养生息,使汉朝国泰民安。 吕治死后,吕氏族人企图作乱,陈平又联合周博,一起平定了与党叛乱,用力汉文帝刘恒,坐上了皇位。 陈平再次被任命为丞相一职,为汉文帝开创文景之志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陈平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取了张氏,有了经济上的支持,还有张氏对他才华的赏识。 其实,设想一下,如果他没有取到张氏,那么凭借着他哥哥对他的帮助,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学有所成,可能甚至都没有钱,没有路费去投奔项羽和刘邦。 人都说,祸福相依。 就比如说陈平,本来是因为家里太穷,不得不娶了一个寡妇,但是结果一发现,其实娶了一个很好的人,对他百依百顺给他提供资金,让他读书,让他去交友。 而且,不光是他的寡妇老婆,他的哥哥也是十分支持他追求理想,实现报复,人都说家有贤妻,帮扶一半,陈平的一生可谓之十分传奇。 而他也是唯一一个在那个时期被司马迁列入世家的出身贫贱之人,他这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娶了张氏为弃。 试想,如果没有张氏的支持与照顾,哪怕陈平再怎么满腹经论。 估计也难逃一个敏然于众的下场,毕竟就连兵仙韩信都差点没有走上历史的舞台。 陈平是西汉名相,是一位六出奇迹流明史册的风流人物,其在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,刘邦在临终前还给吕后留下嘱托,陈平视为相才。 可谁能想到陈平当初可是连媳妇都娶不起的穷小子。 而陈平这一生经常和女人打交道,可以说陈平的发迹就是从女人开始的,从娶客夫女开始,陈平一生中多有与女人有关的计谋。 比如,不杀凡快讨好吕后,利用两千女子帮助刘邦突破形阳之围等等。 陈平先是投靠魏王救,然而这个魏王不识英才,根本不听陈平的建议。 于是,陈平又投入霸王项羽麾下,谁知在项羽这里,陈平依旧不得重用。 所以他又投奔汉王刘邦,在刘邦这里,陈平得到了重视和信任。 他凭借智谋,很快成为刘邦麾下举足轻重的谋臣,在楚汉争霸期间陈平屡献奇迹,为刘邦统一天下,立下汉马功劳。 而在此期间,还发生了陈平与女人之间的第二件大事。 信仰之伪,刘邦被项羽堵在城中长达一年之久,城中马上淡尽粮绝,刘邦派人向项羽起何却遭到无情拒绝。 这下连刘邦都认为无计可施。 识人皆知,项羽猜忌之心很重。 于是陈平献上反剑纪离间项羽君臣,陈平从刘邦手中要来四万两黄金,利用金钱公事,在储君中大肆宣称项羽手下大将钟离妹功勋卓著,心中不满没有封王,欲要联合汉王攻灭项羽,自立为王。 项羽听说流言后,果然不在信任钟离妹等人,后来陈平还用反剑纪离间范增与项羽,导致范增气氛归乡,在途中备生独留而死。 项羽不再信任手下大将和谋臣,其部队战斗力大大降低,有力缓解了刘邦面临的紧张局势。 在项羽对行阳加大公事时,陈平又献上一记,他让刘邦写信诈详,并和项羽约在东门相见,到时他让人假扮刘邦从东门亮相,然后让真刘邦寻找时机从西门突围,而这个时机便是陈平找来的两千名女子。 陈平将这些女子全部安排在东门,这些女人的出现另向与部下蠢蠢欲动,西面、南面以及北面的相军纷纷来到东门,意图活住汉王或者抢一个女人回去暖床。 一时间,储君阵形大乱,真刘邦则趁机从西门成功突围。 不得不说,陈平这计谋实在太缺德了。 刘邦成功突围不假,这些女子的命运可想可知会有多么凄惨,这也就是陈平的成功和女人脱不开关系的原因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